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说实话 我是觉得参加完跳水节目之后 我有一种很全新的人生体验 因为我确实觉得 死活一回了 不是 就是人生 就是学一点 无关好像跟自己本业没有关系的事情 是有好处的 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我也认识到人生身上的这种美感 身体的美感 因为跳水其实是个非常美的运动 对 我那天看到了这个李爱的体型 多少年你见不到她体型 她这个你看到了 而且我还看到她跳冰棍 全身捧的笔直 真按照教练要求 但唯有一个细节 你知道吗 她的这个小脚趾 这差 这样的 得就下来了 你知道 压水画 你也不够专业 压水画 对 压水画 脚还能压呢 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 咱们这 所以这是 你参加的是江苏的 是吗 对 所以这江苏有关系了 江苏最近可出事了 这个我跟你说 4月25号是个日子 什么日子呢 那天我在南京 而且所以我就有幸听到了 这个在第一次车上 南京人就说 今天早上富二代杀了老婆 我是你知道吗 就是富 说有一个富二代 80后的 其实89年出生的 他这老婆啊 是91年出生的 90后的 然后呢 俩人还有一个女儿 才100天 他什么时候结的婚了 够早了 结婚了 结婚两年 结婚两年 然后说这哥们晚上唱卡拉OK 喝了大酒啊 什么喝 说喝酒的时候 跟几个朋友还好好的 没听说反老婆这事 但是回了家 听说就是家暴嘛 拿着刀 就把他老婆捅了30多刀 死了 他至少是个积累 不可能为一件事吧 咱现在也没搞清楚 我也关心了一下这个案件 但是没有 因为人被关进去了嘛 两个当事人 家里当时可能就两个人 你没有当 一个能说话的 对对对 然后一个就已经没了 一个就进了牢里了 那至于他们两个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估摸着肯定也就是夫妻之间吵架的事 比如说你怎么晚回来了 你在外面是不是有 有跟公一样喝酒 可能估计也就是类似于这种 结果就搞成了这样 就确实一发不可说 因为难猜嘛 所以有意思的是呢 就说这事发生之后啊 现在这个他们两边啊 都有自己的朋友 这两边自己的朋友啊 就在网上互相攻击 这个比如说女方的这个朋友啊 就攻击这个男的 说这个男的不是好东西 早就有这个家暴 而且呢 生了孩子之后啊 就把老婆关家里 然后自个儿整天出去玩 甚至他们说投诉啊 说在外边玩 除了性病都传染给了他老婆 对对对对 我也看到了 对吧 但是南方那边的人 好像又说这个女人的不是 因为其实一开始啊 特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放上网之后啊 所有人都在骂那个男的 当然那男的也该骂啊 该该打啊 甚至的不只不只该骂 该该往该往狠的盼啊 在我看来啊 但是但是呢 因为他们那个样貌啊 那女孩确实挺漂亮的 那男的家里应该是挺有钱的 但是我们不是经常说高富帅吗 这男的估计只占了三分之一啊 就是那富啊 对 所以呢就全部都说一朵鲜花 怎么插在了牛粪上 然后现在还被这牛粪给埋了什么的 就全在骂那男的 南方的那边呢可能家人和朋友也就不干了 出来也在说那女的 说那女的也说的也挺难听的 什么整容了 什么原来干的职业好像有点不光彩了 有人说他是做台的出身 对反正有这种也有这种说法 然后又说那为什么你们说他家暴了都也还不走 对吧 你看你都被打了几次 他们的道理到简单 我家暴了你就得走啊 对对对 这个问题这个马先生有研究 他这个为什么家暴了女人做老婆的还不走 他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 他是一个传统文化 过去这个过去啊 我们说的过去是指很久很久以前 古代的时候这个动手打老婆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一个美德了 是没德吧 对对对对 那么那么过去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动手呢 他有时候是给从理论上讲是逼得走投无路 男人动手就有个别是找茬 大部分人都是逼得走投无路 我就碰见过有人跟我说 就朋友之间说 说我老婆快把我逼死了 说他要要要要是杀人不犯罪 我就把他给杀了 就为什么 因为一生中啊 把你气得最狠的人往往是你最亲的人 他知道你痛苦 对不对 对对 他能够肆无忌惮的去气你 你比如同事之间朋友之间 你气不上气不上我走了 我不跟你治这个气 但是在家里呢 你没地躲没地藏 所以就必须迎面对上 离婚了 离婚呢 这个不那么简单 是吧 现在离婚能够成了的事 家暴离婚成了也就是李洋 是吧 那个说说英语的 李洋 李洋 他算是家暴吧 对不对 他这个 因为对方是个美国人 你看没有 这事就闹得轩然大波 这美国人呢 他就比较自主 就觉得 你打我肯定不行 我就非得为这事跟你离了 其实按那个美国人 那个女的叫李什么 我给忘了 他是挨了多次打 不是一次 他那个家暴 按他说法 也是若干次以后 他最终走向这个过程 对 所以李洋 你这个就属于叫耐受性比较低 你的男的打一次你就要离婚 你打他 你人家都 我跟你说 他打我 但是我告诉你 你现在别说 这个夫妻之间动手 第一次是最难过的关 很多人在第一次 如果没有成 他就有第二次 是 在互联都这么警告 就是家暴不会只有一次的 对 而且你知道 就是我就说这个耐受性低 你看我就认识一模特 我就发现现在女子 像你这样的女子的这种自主 或者说自强的意识 都已经到哪一种程度 甭说打了 有一个女的 她离婚 一个模特跟我说 说她为什么离婚 说 我有一天晚上跟朋友吃饭 回来 我老公敢问我跟谁吃饭 他说 他说我一听这个 我就毛了 他敢问我 离婚 就你知道吗 他已经 所以说女的已经 现在的女权 已经上升到 就说这个程度了 那他们俩能结婚 也算是挺奇迹的 对吧 但是我是觉得 你到发展 发展到打这个地步的话 因为男人跟女人 在这个方面上 他是不平等的 从利器角度说 我跟你 你这么高大 那我也没戏 说实话 你从肌肉的力量上 骨骼的硬度上 你就没有办法跟男人比 你说吵个架吧 咱们还搞不好 这个能够势均力敌 我还有可能能吵得过 赢你吵得过你 你说如果打起来 那我真的没脾气 就算咱们俩武器相当 就算我拿刀 还拿武器 咱们咱们把它说成什么点 就算我有刀 你没刀 搞不好最后被打的人 还是我 你这事你只要被打 就赶紧跑 赶紧跑 赶紧跑 赶紧的就算了吧 你看就说这个 所以电影导演 专门就是搞这个人性的 复杂性的 你看过那个谁 是许安华吧 拍的那个电影 叫什么天水围的 什么夜雨雾 好像是 我没看过 听说都没听说过 那个电影挺好的 那个电影挺好的 就是一个大陆的 深圳四川的老婆 香港的一个低层的 劳动工人 一个劳动者 你知道就是最后 这是真实的一个 香港的案件 就最后弄到他杀妻 他有一系列的 背景的原因 你会看到这个男人 是在生活周围的社会 包括心理的不正常 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种家暴 有的时候 甚至是个社会问题 家暴的一个根本原因 往往是地位悬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地位不悬殊 是心理悬殊 这个是看不到的 你比如像这孩子 这个就明显的是地位悬殊 肯定是这男孩家里有钱 不据说那女孩家里 好像也挺好的 就现在有点说不说不 你说这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现在杀了个人 这个新闻 主要报道 他家有多少辆车 对 因为开头说这男的 是什么什么什么 C你看我都不知道 就是超跑俱乐部 超跑俱乐部的 后来那个超跑俱乐部的 又声明说他不是 他不是 于是你看 现代快报通过多渠道了解到 吉某本人确实有一辆 黑色的保时捷卡曼 然后该车有28个曝光 为处理 这是什么 违章是不是 而他父亲名下 有三辆车 是灰色宝马 蓝灰色50 一辆白色奥德赛 然后不过吉某 曾在网上出售一款2010年的保时捷卡曼 出售价格为52万 网上事发后最近多条信息说 他开的是一辆Lamborghini 不过车主是不是他还没得到确认 社会用一个简单的评判 因为大家能看到别人能公式的财产 往往 而且是公式 还有有价值感的 就是车 其他东西你看不到 你比如说他带一珠宝 人说你那时候那东西到底真的假的 闹不清楚 车再刺 他顶多是个走私的 那肯定是这个车 所以他就用这种评判标准 那么从这个男孩的角度上讲 他我想他这么动手 包括以前家暴 包括最后发展到杀期 肯定他是有悬殊的 就是他起码他内心认为是这个状况 一开始没有遏制住 就这些孩子 我觉得从小教育就有问题 家里就有问题 社会的教育又跟不上 然后又过早的结婚 结婚是一个对人生来说是一坎 咱们别说任何人结婚都是一坎 要重新适应一种生活 这个就很容易出问题 这马先生都是过来 对对对 不大求神 对对对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好想去操约我 这个富二代啊 现在我真是觉得他能有钱到什么程度 你看我今天还看见一个新闻 说这个郭美美不是最近又冒出来了吗 说郭美美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找菜的那种人 就是出来郭美美啊 我也不知道 我在网上看来的 说他跟这个一些富二代啊 在斗富 斗富 然后郭美美晒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赌场500万的筹码 500万筹码 但是呢 对方那个富二代晒出来的是什么呀 银行存款是吗 一个卡上的余额 对对对 多少钱来着我记得 37个亿 那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那不是 但是网友说叔叔 真是37个亿 然后假伙 就说现在富二代超过咱们的想象 结果那二代还说呢 说我除了这37个亿之外 我还有一卡呢 那卡余额96个亿 那是银行的余额 就是你比如说炫富啊 基本上你拿这个什么筹码去炫富 是一个很土的事 为什么呢 这筹码呀 你也可以拿500万换完了以后 没赌又还回去又把钱拿回来 这是一表演的事 这筹码呀 他不是说这个那是钱 那个钱可以换回来的 他不是说这是个消费标准 那么今天全社会的这种物质的消费 这个标准呢 对这帮孩子肯定是有深刻影响 所以你看到像这种富二代杀人啊 包括国民美那种 拿着后我看还有什么各种包 所以他就不停的连带一个一个组织 是吧 把人组织给连带了 人组织说这人跟我没关 可是所有人都认为 他没关他这包哪来的 就是所以就这些标准呢 导致社会的就是现在这种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 你比如对于那个孩子来说 他动手杀人啊 这是个极端的行为 任何人不管是喝没喝酒啊 喝酒脑子是清楚的 能吓醒 你知道吗 就是人喝糊涂了 你拿警察拿枪一冰子 他当场就醒了 对不对 借酒撒风 对 他之所以这个尽管他不知道后果 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有一个事 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他觉得钱这个事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不重要 其实你现在想想真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 以前我有那个我有个朋友有一辆不是特别好的 就是其实车不错 但是那牌子可能一般保安不认识 结果去什么场 军牌是吗 军牌就好了 军牌就好了 对 他在任何的场合都会被拦下来 其实那车是个好 就是懂车的人都觉得那车其实开起来不错 挺好的 但是保安不认识 不行 最后逼着他只好去买一辆宝马 为什么呢 BNW大家都认识了 他去哪 他方便 你就算比如说有些地方停车不方便 他可以直接怼人家店门口 人家也让他停在那 因为那车放那好看 这就是衣冠看人 但是我跟你说 在北京也有另一种 我有那个朋友开的那个好车 停那个北京的小胡同里 吃完饭出来 你滑一长道 你真的 这事我跟你说 这个杀人的这个富二代 这个吉某 他们后来说了 说这孩子不是什么坏人 甚至说周围好些人说 说这个人尽管以前好像也因为砸过什么店 好像也给关过 但是就说特别哥们 是个很仗义的这个人 就是吃饭从来不让别人买单 老是抢着买单 这是坏了 我跟你说 这坏哪了 我一想4月25号 你知道吗 还处死了一个人 一个人判了死刑 这哥们你知道为什么判了死刑吗 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学的同窗 同事的室友 俩人都工作了 挣钱比他多一点 那哥们老请他吃饭 吃饭老买单 你说你老抢着买单 都会被杀 他嫉妒恨了 你知道吗 他觉得你瞧不起我 次次你都抢着买单 拿菜刀光光光 把人给剁死了 你说 所以社会被金钱给调整的 所有人的心里是扭曲的 这种事 我觉得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碰见的事 都是越来越多的事 你比如像那种投毒的 我老是 不是 这个投毒 我说我年轻时候听到的 都是服毒自杀的 等我到这次的时候 听到都是投毒的 而且是定向投毒 今天我看见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说两个幼儿园为了抢生源 另外一个幼儿园 比如说二 这叫三的幼儿园 就往那酸奶里头放毒药 给二的幼儿园里头的小孩喝了 对 就为了这么抢生源 结果那边有两个小孩死了 死了 死了 而且那这判死刑 然后今天反正出来的新闻 就是两个 就为了抢生源而已 然后为了 为了让对方那个名誉扫地 所以往牛奶里投毒 让那边的幼儿园死小孩 这样的生源 不是跑他们那去了吗 就为了这样的理由就可以偷毒 你想人命是 感觉是多么的不值钱 这很 就是已经被钱给弄的 人都已经不是人了 这就是钱看得太重了 因为这种事情不是说 这些年才发生 历史上也有 在那竞争惨烈的时候 那好多超市 有好多食品品牌的竞争的时候 就下过对方的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大脑不发达的表现 就是愚昧 就是你比如说你往幼儿园下毒 包括中国这个很多食品 这个卫生的这个事 比如说往那个三聚星青蛙里 加牛奶 那个 哎 你觉得这些人 他是不是欠缺一个对后果的考虑能力 哎 你像咱们 你干件事 不是说你该不该干 你就是想投毒 你不得想后果吗 这个你受得了吗 你当得起这后果吗 这他可能对 尤其你觉得一个人的地位提高的时候 比如那个大学生 研究生 马上就是应该说彻底改变了人生了 对不对 有一个贫穷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未来的生活都会很好 然后就为一个 让我们觉得最不值的一件事 他去下毒 那么他就真的是没有后果 他没有后果感 是 没有后面这事 就好多人分析 比如说像大学生 就是给室友投毒这种事 他其实可能很多时候 他并没把人治死他 他只是想 比如说惩罚他一下 或者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体系中 非常强调的一件事 是在培养孩子的嫉妒心 对 这个特可怕 这个特可怕 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到什么 他排序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最重的一件事 就是插红旗 什么在你名字下的 插好多小红旗 家里 你干了什么好事的 道德上插一小红旗 然后这人就干一个坏好事 就是不该盖的 比如说这屋里本来挺干净的 他给弄脏了 然后老师一来赶紧扫 这种假事 弄得我偷自个儿 父母五分钱 教老师 说我马路人捡的 弄个小红旗 对 那么这种排序 你比如说 我们的学生能感谢 这班里有40个学生 他们从一排到40 那么40的那人 绝对不会嫉妒老大 40的那人只嫉妒39 39就嫉妒38的 培养你这种嫉妒心 还有就是家长 总是说隔壁家孩子 对 谁老王家孩子 人家的孩子 我们从小到大 都有一个敌人 就叫人家孩子 人家家那孩子 谁谁谁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民族 就这些年 我觉得就越来越厉害的 就是我们民族的 就是所谓的自尊心 演化成一种嫉妒心 就很多人 他不是自尊心 就是嫉妒 在同学之间 在同事之间 同级之间 你一个单位 同级之间 那互相之间 都是防着 就是嫉妒心 你稍微工作好一点 马上就有人 给你穿小型 反正折磨你 没事 你又说不出 道不出的 这演化成恶性 最终就 见不得别人好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金黄 年份软江 五井共酒 而且 大家现在杂志上老说 什么80后乃至90后 其实咱们都不太了解了 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物质女孩吗 就是爱物质 你知道吗 其实某种程度上 马先生他们就是老一代的爱物质 练物屁 是吧 练物屁 但是你看 他说他对他老婆好 就是说 给他老婆的礼物 都是卡蒂亚 宝格丽 然后送给他老婆保时捷 就是 你说他老婆感觉幸福 在网上自己晒 就是我老公送给我好 我老公对我好 给我这么一个保时捷 全是这个东西 爱东西 这个 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以前不是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吗 什么 我只愿意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意在自行车后笑吗 后来就是 我也跟一些搞心理学的这些朋友聊天 他说 人最高的 就人到最后都是要在宝马里笑的 就说白了 就是说 我既要精神也要物质 当你只有一样的时候 你都会对另外一样有无限多的渴求和渴望 然后觉得缺了那样生命就不完整 那你说物质女孩很可能就是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丰富的物质 那他当他有物质 他就觉得这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他一旦这方面满足了 比如说他包也有了 车也有了 房子也有的时候 他就希望得到关爱 希望得到真正的爱 温暖 今天的那个参考上有那么一段 就是美国也做了一个市场调查 就是钱能不能给人幸福感 最终的结论是钱可以给人幸福感 而且找不着他的边缘在哪 就说跨过哪个边缘就没有幸福感了 不会 而且他认为钱越多幸福感会越强 这是全世界民族的一个共性 关键是我们今天 这个幸福感在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跟貌似跟物质有关 就是说我这个有钱就有幸福 然后把这个幸福感不是说很自然的施舍 或者说自然的流露出来 而是变成一种强加于人的东西 就我有钱 我怎么着了 所以这种状态就导致了 所有有钱的人认为 他有一种附加的社会权利 这种权利就导致出现极端 你比如他这种 最后就对孩子能够动刀 那毕竟是个 虽然年轻归年轻 二十几岁 但这杀人能够突破这个界限 这一刀捅 这就是所有的界限都被改变了 就没有边的 你是不是现在平常你接触这有钱的多 你觉得是不是有那疯惶 我们都是岁数太大了 有钱都晚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录 他们是富二代 他不是他的钱 他不是太大了 他不是太大了 是怎么办 因为他们是有机会 能力保持也 是有机会 尽管了 挺有机会